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缺少 那个时候是2023年11月底 我和两个姊妹佩达负责 挤出教会的教官工作 每次我们一起总结工作中的偏差问题时 我压力都很大 我工作能力不太好 发现问题比较慢 不如两个佩达的姊妹 头脑反应快 素质好 比如有时新人聚会不正常 教官人员就讲一些客观原因 说新人的问题 却不总结自己尽本分 有没有哪些偏差 我就随着教官人员说的问题跑 把眼光盯在了新人身上 而佩达的姊妹 就能通过教官人员说的问题 细节分析 找到问题的根源 解决问题的果效就好一些 每次和姊妹一对比 就显得我很差劲 虽然姊妹们没有说过什么 可我感觉很丢人 总担心 他们会咋看我呀 会不会说 我也操练一段时间了 这也没有多少长进 素质太差了吧 每到总结工作时 我都感到很压抑 特别不愿意面对这个环境 今年一月份的一天 我们一起总结工作 我心想 这次我可不能第一个交通 等佩达的姊妹总结完 我最后谈 那为啥呀 因为他们基本总结完了 有些问题 是普遍存在的 那到最后 我简单概括一下就行 这样我就不会被看漏了 所以佩达的姊妹 安然问 谁先总结的时候 我就没吭声 后来安然逐个教会 逐项问题 细节总结着 她总结的越细吧 我心里面就越紧张 我到时候交通得太简单 不就显得我太差劲了吗 他们会不会说我 没有思想 素质太差呀 当时啊 我没心思 听安然总结的问题 心里很急躁 为脸面考虑 心就静不下来了 可不是吗 一会儿安然总结完 杨夕接着总结 她虽然没有安然 总结的全面 但也能谈出来一些 教官工作中 存在的关键问题 这个时候我特别紧张 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一会儿功夫 杨夕也总结完了 说 这几处教会 存在的问题都差不多 安然附和着说 是 听着姊妹们的话 我就抓住了一个机会 心想 既然他们都说问题差不多 那我是不是不用总结了 也省得我 交通得太简单 丢人 我赶紧趁机说 我总结的也是这些问题 和你们的差不多 那姊妹们咋说呀 他们没说什么 当时 我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了 大家也有些困意 我就想 现在大家都犯困了 即使他们发现 我总结的简单 也会认为 是我头脑不清醒导致的 这样我也好糊弄过去 我就说 现在太晚了 脑袋有些迷糊了 我总结的问题 和你们的差不多 我就大概说说吧 可没想到 安然说 现在总结也达不到好的果效 还是明天上午再总结吧 嗯 姊妹说得对呀 是 但我心想 明天大家精力充沛了 我总结的简单 那他们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到时候会咋看我呀 还不如趁现在总结 这样即使总结得简单 他们可能也听不出来 这样就能维护一点脸面了 我赶紧说 嗯 还是今晚总结完吧 明天上午 还有其他工作 姊妹们听完 没说什么了 面带困意 继续听我总结 说完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后来在一次聚会中 我谈情形的时候 说了这件事 在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就一个总结工作 我的心思 咋那么多呀 是 佩达的姊妹也指点我 看你当时的心思多复杂 来回想那么多 你为啥发现不了问题 就因为你光想着 维护自己的脸面了 心思都不在正事上 是 姊妹说的确实是实情 这段时间 工作果效不好 我不是想着 怎么把问题偏差 总结清楚 达到解决问题的果效 或者是 看看佩达的姊妹 是怎么发现 总结问题的 反倒把心思都用在了 怎么维护自己的 脸面地位上了 这时 我想到几天前 看的一篇 经历见证文章 里面引用的一段神话语 和我的情形特别相似 我赶紧找出来看 全能神说 狄基督这类人 人性不诚实 就是一点也不老实 说话做事都掺水分 都带着存心目的 都隐藏着不可启齿 不可告人的阴谋 与诡计 所以 狄基督说话做事 所掺杂的水分虚假 太多了 他们不管说多少话 你不知哪句话真 哪句话假 哪句话对 哪句话错 因为他不诚实 心里特别复杂 鬼道道特别多 鬼计特别多 就是他说什么话 都不是直来直去 不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而是什么事都要兜圈子 都要在心里反复琢磨 想好后果如何 想好各方面的利弊 然后再用语言加工 说出来的话听着 总是那么别扭 诚实人总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总容易上当受骗 谁和他说话交流 都是那么累 都是那么费心 他说话从来不是 一是一二是二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事情是怎样的 就怎样表达 他说出来的话 人总是测不透 他做事的目的 存心特别复杂 说完话之后 如果露馅了 被人看穿了 识破了 他就赶紧编 另外的谎话来圆 阿门 沈的话 把狄基督耍鬼杂的表现 解释得很清楚啊 是 沈杰是有狄基督性情的 一类人 说话做事 没有一点诚实的成分 都带着个人的存心目的 心思特别复杂 很简单的一件事 在他们那儿就变得很复杂 心情特别诡诈 是 我就是神结实的这类人 在总结工作的时候 我因着 没总结出来什么问题 担心自己交通的简单 被姊妹们小看 就在心里计划盘算 想等姊妹们都交通完 我最后再概括性地交通 看到 佩达的姊妹们 都总结出 工作中存在的偏差 和关键问题 为了不让他们 发现我看问题 简单而丢人 明明 有的问题我没看出来 我还随着姊妹的话说 我总结的问题 和他们一样 还抓住 时间晚 大家都有困意的时候 来总结 试图蒙蔽佩达的姊妹 让他们认为 我总结的问题简单 不是我自身的问题 而是时间晚 头脑不清晰导致的 当安然提出 为了达到好的果效 第二天在总结的时候 我怕失去这个机会 没法蒙混过关了 就打着 会耽误明天工作的黄子 继续坚持晚上总结 就看到 我的所思所想 言语行为 没有一点诚实的成分 心思特别复杂 其实 不管能看出来多少问题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没有总结到的 再去查找自己的问题偏差 过后补足就行了 但在我这里吧 却变得很复杂 说每一句话 都得在心里算计半天 所思所想 都是在考虑 如何维护自己的脸面 我心里的鬼道道 太多了 我太鬼诈了 要不是沈花雨的解释 我们对自己做事的表现 还有说话的存心目的 不会有分别呢 是 后来通过吃喝神的话 我对自己为啥做鬼诈人 还有做鬼诈人的兴致后果 有了一些认诈 咱们快一起看看神的话 行 全能神说 你们说 鬼诈人活着是不是特别累 鬼诈人 鬼诈人整天说谎 圆谎 搞欺骗 活得累 那是自作自受 他知道这么活着太累 为什么还要做鬼诈人 不愿意做诚实人呢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就是撒旦本性 愚弄人的结果 让人摆脱不了这样的生活 摆脱不了这样的性情 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愚弄 就愿意活在这里面 不愿意实行真理 走光明之道 你觉得鬼诈人 那样活着很累 那样做没必要 但他觉得很有必要 他觉得如果不那样做 自己会受到羞辱 也会失去脸面名誉 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 这样失去的太多了 他保爱这些东西 保爱自己的脸面 保爱自己的名誉地位 这就是人不喜爱真理的 真实面目 总之 人不愿意做诚实人 不实行真理 就是因为人不喜爱真理 心里总保爱名誉地位 那些东西 总喜欢追随世界潮流 活在撒旦泉下 这是人本性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信神多年 已经听了很多道 也知道信神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为什么还不实行真理 没有任何变化呢 就是因为人不喜爱真理 即使明白点真理 也实行不出来 这样的人信神多少年 也没有用 不喜爱真理的人 能达到蒙拯救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喜爱真理是心的问题 是本性的问题 没法解决 信神能否蒙拯救 主要看人是否喜爱真理 只有喜爱真理的人 才能接受真理 才能为得真理 受苦付代价 才能祷告神 依靠神 才能在经历中 寻求真理 反省认识自己 有勇气背叛肉体 达到实行真理 顺服神 只有喜爱真理的人 才能这样追求真理 走上蒙拯救的路 得着神的称许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路 不喜爱真理的人 是很难接受真理的 因为他的本性 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他想不抵挡神 都很难 想不作恶 都很难做到 因为他是属撒旦的 已经成为魔鬼了 成为神的仇敌了 神拯救的是人类 神不拯救魔鬼 撒旦 有的人就问 这样的问题 我其实明白真理 就是实行不出来 怎么办呢 这就是不喜爱 真理的人 人不喜爱真理 明白真理 也实行不出来 因为他心里 他心里不愿意 心里不喜欢 这样的人 就不可挽救了 有的人说 我总觉得 做诚实人 太吃亏 所以我就不愿意 做诚实人 鬼诈人 一点亏都不吃 还能占便宜 所以我就愿意 做鬼诈人 我不愿意让别人 知道我的隐私 不愿意让别人 掌握我 了解我 我自己的命运 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你就只管试试看 看看你最后 是什么样的结局 看看最后下地狱 被惩罚的人是谁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认识到 鬼诈人 本性不喜爱真理 不愿意实行 做诚实人 整天都在为维护 自己的脸面地位 算计搞欺骗 所以活得就很累 很痛苦 这都是撒旦本性 苦害愚弄导致的 本来借着总结工作 查找问题偏差 是为了接下来 能把浇灌工作做好 但我总担心 自己总结的问题简单 被子妹们小看 就处处算计打算 明明没总结出来 啥问题 也不敢敞开说实话 佩达的姊妹 为了总结工作 能达到果效 提出在精力充足时 在总结 我明知道 姊妹的建议 对工作有利 但我还能为 维护自己的脸面 刷手段 我太诡诈了 外表看 我是在与人算计 实质 是欺骗神 就像佩达的姊妹说的 我在总结工作时 心里考虑的不是正事 不是借着总结工作 查找问题偏差 接下来能把工作做好 想的都是个人的脸面地位 处心积虑地掩盖自己的缺少 不仅自己活得很累 也根本无法获得 神的开启带领 是 其实 我不光是在这次总结工作时 耍鬼诈 搞欺骗 平时在一起探讨问题时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缺少 我也是常常耍鬼诈 对于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 也会学说姊妹们的话 或者是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自己开脱 想想 沈今天发表这么多真理 让我们追求真理 做诚实人 或出真正人的样式 我却处处违背沈的要求 凭撒旦性情活着 外表上 我把自己伪装得很严 让佩达的姊妹们 看不到我的缺少 维护了一时的脸面地位 但神见察一切 我流露的诡诈心情 还有维护个人利益的卑鄙存心 让神一眼增恨我 我想到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阿们 神的性情是公义圣洁的 神称许的也是单纯诚实的人 若我一直不实行做诚实人 凭着诡诈性情 欺骗人 欺骗神 最后就会被神撇弃淘汰呀 听你这么交通啊 想到我平时和弟兄姊妹 一起评选奖章 或者学业务时啊 也常有这些表现 明明看不透问题 还包裹伪装自己的缺少 不敢实话实说 以往也没意识到 这问题多严重 现在才看到 这是诡诈性情的流露 是神艳增的 是 后来我从神的话中 找到了实行进入的路途 全能神说 神要求人做诚实人 就证明神很艳增诡诈人 神不喜欢诡诈人 神不喜欢诡诈人 就是不喜欢诡诈人的做法性情 以至于他的存心 他欺骗的方式 这些神都不喜欢 如果诡诈人 能接受真理 能承认自己的诡诈性情 愿意接受神的拯救 也有希望达到蒙拯救 因为神不偏待人 真理不偏待人 所以 我们要想成为神喜悦的人 首先就得改变我们做人的原则 不能再凭撒旦哲学活着 不能再靠说谎欺骗过日子 得脱去一切的谎言 做诚实人 这样神对我们的看法就会改变了 以前人总是凭着说谎 欺骗 伪装 在人群中生活 还以撒旦哲学为生存根基 为生命 为基础来做人 这是神所验证的 在外邦人群中 说真话 讲实话 做诚实人 就会遭到毁谤 论断 弃绝 所以 你就随从世界潮流 凭撒旦哲学活着 越来越会说谎 越来越诡诈 还能使用阴险的手段达到目的 以此来保护自己 在撒旦的世界越来越横通 结果陷在罪里越来越深 不能自拔 在神家恰恰相反 你越会说谎话 玩诡诈 神选民就会越厌烦你 弃绝你 你若不思悔改 还持守撒旦的哲学逻辑 还采用阴谋诡计 用高级手腕来伪装自己 包装自己 越容易被显明淘汰 因为神就是厌憎诈诈人 在神家 只有诚实人才能亨通 诈诈人 最终都得被弃绝淘汰 这是神早已命定好的 只有诚实人 在天国里才有份 你如果不做诚实人 不朝着追求真理的方向 去经历实行 不接自己的丑 不亮自己的相 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 圣灵的做工 得着神的称许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认识到 神要求我们实行真理 做诚实人 能在临到事的时候 接触神的鉴查 说话做事 能从存心源头上改变 不畏维护自己的肉体利益 脸面地位 欺骗人 欺骗神 而是能实行真理 操练做诚实人 说话做事 一时一二时二 没有虚伪掩盖的成分 这样的人 才能获得神的称许 是 神把实行的路途 说得很明确 对 接下来 我要操练做诚实人 不再伪装掩盖自己的缺少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暴露出自己的缺少不足了 就总结偏差 吸取别人的长处 是 后来和姊妹们一起总结工作 需要发表观点时 我不那么受挟制了 自己不明白的就是不明白 敞开心向姊妹们寻求 姊妹们也没有小看我 还指点帮助我 借着姊妹们的帮助 我对一些问题的根源 看得清楚一些了 在总结工作和解决问题上 也摸着了一些路途 挺好的 后来我也寻求 我总认为自己比佩搭的姊妹素质差 特别是 总结问题时 不如姊妹能发现问题 所以在一起佩搭时 就总受这方面挟制 这方面该怎么实现进入呢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下一句歌词说 虽然素质很差 但我有颗诚实心 这句话听着都感觉挺实在 这里就有神对人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素质差不要紧 但得有颗诚实的心 这样也能得到神的称许 不管什么情况 什么背景 你必须得做诚实人 说诚实话 办诚实事 尽本分能尽心尽意 有忠心 别耍滑头 别做圆滑鬼诈的人 别说谎欺骗 说话别兜圈子 得根据真理形式 做追求真理的人 很多人认为 自己素质很差 本分总也尽不好 总也达不到合格 做事虽然尽心尽力了 但总也掌握不住原则 果效还是不太好 最后只能埋怨 自己素质太差 人就消极了 那素质差就没路了吗 素质差这不是死病 神从来没说 素质差的人就不拯救了 以前说过 神为了诚实而愚昧的人哀愁 愚昧指什么 愚昧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素质差造成的 因为素质差 真理明白的浅 不够具体 不够实际 常常停留在表面上 停留在字句上 停留在道理规条中 所以很多问题都看不透 尽本分总也掌握不住原则 本分总也尽不好 那素质差的人 神就不要了吗 不是 神给人指明的路途方向是什么 做诚实人 做诚实人只是凭嘴说说就能做到吗 不是 得有诚实人的表现 诚实人的表现是什么 首先 对神的话没有疑惑 这是诚实人的一种表现 另外 诚实人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在凡事上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 这是最关键的 你说你很诚实 但神所说的话 你总放在脑后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是不是诚实人的表现 你说 虽然我素质差 可我的心诚实 但临到一个本分 你怕受苦 怕进不好 要承担责任 你就找理由推托 或者建议别人去做 这是不是诚实人的表现 这很明显 不是诚实人的表现 那诚实人 那诚实人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顺服神的安排 在自己该尽的本分上 尽上忠心 力求满足神的心意 这里有几方面表现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 用一颗诚实的心 把本分接受过来 不考虑自己的肉体利益 不三心二意 不为自己图谋 这是诚实的表现 另一方面 是尽心尽力 把本分尽好 把事情办好 把你的心 你的爱 都用在本分上 来满足神 这就是诚实人 尽本分 该有的表现 阿们 神的话 犹如一股暖流 温暖着我的心 给我指出了 实行的路途 神说 素质差 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神主要看 人对待本分 有没有一颗诚实的心 能不能 尽上忠心 尽心尽力地去配合 哪怕 有自己 不会不明白的 能夺祷告神 寻求神的带领引导 能注重 在凡事上 寻求真理原则 或者是 和佩搭的弟兄姊妹 在一起寻求交通 明白之后 就按真理原则实行 不掺杂 个人利益 连绵地位 把自己能配合的 尽力配合上 这就是神希望人 活出的诚实人的样式 嗯 也是神给我们指出的 尽好本分的实行路途 是 其实 佩搭的姊妹 能总结出 细节的问题偏差 不光是素质的问题 也是人家 下功夫 用心琢磨了 我 本身素质就一般 总结工作时 心还不安静 总考虑 怎么维护自己的 名誉地位 不琢磨正事 再加上 我基本分太多 不端正 先琢磨问题 费心费脑 就不想下功夫了 所以 能发现的问题 就很少 甚至 连自己原有的那一份 也发挥不出来了 其实 我的素质咋样 接触时间长了 佩搭的姊妹都知道 他们 从来没有因着 我素质不好 小瞧我 还常常 鼓励我 要正确对待 自己的缺少 多发挥自己的长处 平时 他们发现 我有哪些问题 也耐心帮助指导我 教我 怎么根据 神话真理 看事 通过姊妹们的 耐心帮助 我在做工作上 也有了一些路途 神安排 我和姊妹们 一起佩搭尽本分 我应该存着 感恩的心 和姊妹们 和谐佩搭 共同把本分 建好 满足神 身边有 素质好的人 佩搭 这正是我们 学习长进的 好机会 是 我不能再受 自己素质差的 挟制了 得摆对存心 把自己的一份功用 发挥出来 嗯 当我 按着神的话 事情进入的时候 在总结工作 或探讨问题时 我也能 安静下来 用心琢磨了 有时 也会主动发表观点 有多少 就说多少 虽然 暴露出 很多缺少不足 也会感到 有些丢人 但我能正确对待了 能实行 做诚实人 我心里很高兴 也感到释放自由 我能有这些收获 都是神话语的带领 感谢神 感谢神 你这么经历挺好的 我也很有收获呀